目前全球新冠感染人数超过2000万 中美英德加等七八五国家几十个团队正在全力研发疫苗 无幸之中谁先开发出可用的疫苗 谁就在这场全球竞争中拔得头筹 就在大家把目光聚焦在中国美国德国英国的六支团队 哪一支能率先宣布疫苗研制成功的时候 一个原先大家谁都没有注意到的国家蹦了出来 8月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 俄罗斯首支新冠疫苗已经注册研发成功 总统普京还表示自己的一个女儿已经接种了该疫苗 目前感觉良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也是参加测试的一员 据她说在第一次接种疫苗后 她的女儿出现了轻微的发烧体温38摄氏度 第二天她女儿的体温降到了略高于正常的水平 普京表示 女儿第二次注射后又有点发烧 然后一切都好了 她感觉很好 抗体低度也很高 她并没有具体说明两个女儿中哪一个接种了疫苗 俄罗斯首款新冠疫苗是由俄加玛利亚研究所和俄罗斯国防部联合研制的 该疫苗在6月18日启动临床实验 所有38名志愿者都产生了免疫力 8月10号俄罗斯卫生部宣布 首款新冠疫苗将于8月12号正式注册 以准备进行确保疫苗安全性的第三阶段和最后阶段的临床测试 俄罗斯卫生部计划于10月份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疫苗接种 重点是医务工作者和老年人 俄罗斯卫生部长穆拉什科称 大规模接种的所有费用由国家预算覆盖 研发出该疫苗的俄加玛列伊流行病学和微生物研究中心院长金斯布尔克说 该疫苗的批量生产将于三期实验在俄罗斯同步启动 金斯布尔克谈到目前的疫苗数量无法普及全俄的所有地区 但足够10到15个联邦主体的民众接种 俄罗斯本国和国外的一些科学家都对俄罗斯在第三期测试阶段之前 就对疫苗进行注册提出质疑 通常来讲第三期测试要持续数月 也要有数千人的志愿者 但普京强调疫苗经过了必要的实验 人们可以自愿接种 8月7号 俄罗斯驻菲律宾大使伊格尔·科瓦耶夫在一次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俄罗斯准备为菲律宾提供新冠疫苗 甚至投资当地的生产 对于俄罗斯研制的这款新冠疫苗 菲律宾方面也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 他已经接受俄罗斯提出的向菲律宾提供新冠疫苗的提议 并向公众保证 他将是第一个亲自测试这种疫苗安全性的菲律宾人 杜特尔特说 当疫苗到货后可以先在我身上做实验 对我来说没问题 我会在公众场合注射 杜特尔特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他的偶像 并寻求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 他补充说 马尼拉可以在临床实验和本地化生产方面 给莫斯科提供帮助 8月11日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RDIF负责人 德米特里耶夫回应菲律宾总统的讲话时表示 菲律宾是俄罗斯新冠疫苗研发的重要伙伴国之一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 8月份就准备在菲律宾进行新冠疫苗的临床实验 一旦莫斯科开始大规模生产 俄罗斯就是少数几个愿意向菲律宾提供新冠疫苗的国家之一 除俄罗斯外 此前中国还保证 如果中国开发的新冠疫苗开始投产 那么将优先考虑菲律宾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